Hello 各位我是有风 那是时候让我们借助AI的力量来创建一个专业的网站了 并且这个网站的话还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进行一个自定义 今天有风给大家介绍的一个AI建站平台就是 hosttinger的AI建站工具 你只需要简单几步就可以轻松地创建一个非常专业的网站 而且hosttinger AI它的一个建站理念 是尽可能减少一些定制化的一些需求 就是越简单越好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地建立属于你自己的网站 hosttinger的链接的话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点减里面了 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 马上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 打开hosttinger以后的话 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建站助手 然后我们这里选择一个 好 我们这里就选择建站助手和虚拟主机 我们选这个 你点击一下增加的购物车 hosttinger它支持中文英文等全世界非常多语言它的支持 现在的话购买48个月的话 它还会另外赠送你两个月 另外的话还会赠送你一年育民的一个使用权 我建议大家的话就选这个48个月的 因为48个月的话便宜一点只要23 那前面如果买一个月的话都要99 因为它有一个30天一个退款保障 也就是说你在30天以内 那你随时可以申请退款 因为我们作为网站的话 你不可能只做一个月 至少作为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四年 有30天退款保障的话 如果你在30天之内 觉得这个不适合你的话 你可以随时申请退款就可以了 它支持支付宝 支持英年 支持被保 很多支付方式都是支持 对我们中国大陆的话非常的友好 购买以后我们进入一下 我们hosttinger一个后台 我们点击上面的网站 我进入网站这里点击创建或者说迁移网站 而界面的话 右上角的话 这里建议大家选择成中文 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 这里选择一个中文 就是一个中国国企这个 这里点击现在开始 这里可以选 这里有两种选择方式 一个是创建一个新的网站 还有一个就是迁游的网站 我们选择这个创建一个新的网站 创建网站的方式有两个 第一个的话用Widepress可以创建 第二个的话可以用AI进行创建 今天友谱就给大家演示 怎么样AI创建我们的一个网站 选择这个 这里域名的话 因为hosttinger 如果你注册一年以上的话 这里看 如果你12个月 它就可以免费赠送你一个域名 那这个域名的话就是hosttinger 赠送给我的 那域名你可以自己选 那我选的这个 那如果你没有域名的话 你可以先用下面这个 用它的一个临时域名 你可以先免费试用一下 看一下效果 那我今天选这个 好 正在从定向建站住手 这里显示一个进度 速度还是非常的快 速度还是非常的快 好 这里选择一个开始 好 第一个地方的话就是你的网站的名字 或者说你品牌的一个名字 第二个的话就选择你网站的类型 那比如说博客在线商店 生意或者说落地页 其他我们选这个 生意的一个页面 那下面那个描述的话 那我们简单描述一下 你做的这项 那下面可以简单描述一下你的网站 那这个描述其实还是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你可以交给AI写 那也可以非常的简单 我来到XGPT的后台 那有风在XGPT的话 我装了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AIRPM 那里面也可以装个 这个插件非常的好用 它里面可以有非常多预设好的一些提示 我们可以直接来调用一下 那插件装到你的浏览器以后 装好以后你打开XGPT 那里面就会多了一些 里面非常多这些功能 那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个 web 就是一个网站的一个英文 好那里看到没有 这里有个SEO标题和一个描述 我们点击一下它 这下面的话你可以选择英文 那也可以有全球非常多的语言 它的支持 那我们以做一个英文外贸的网站为例 我这里选择一个英文 那比如说我做的是一个酒店相关的一些信息 那我这里搜索一个hotel 好我发送给它 然后GPT的话它就会帮我写一下这个标题 还有一个meta的一个描述 那我直接可以复制一下它 然后呢我回到这里面把这个描述粘贴进来 这下面黄色的话就是你写的越多 越清楚的话 那后面的话它给的一个分数就越高 那我们点击创建 这些的话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话更改一下 这第一次的话我们就先随便写一下 点击创建网站 好这里显示的一个进度百分之多少 大概时间的话应该是在20秒到30秒左右 它就可以帮我们生成好整个网站 好网站已经生成好了 差不多30秒钟左右 这就是它生成好一个网站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一个关于酒店的一个网站 非常可以 简简单单的一个网站 那左下角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style样式 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网站的字体 那点一下它 看这里 整个网站的字体的话 它会跟随着改变 那右边这个颜色的话 我们也可以更改 它里面有一些预设好的颜色 我们可以直接调用一下 酒店的话我觉得这个蓝色还可以 好这个页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上面现在只有三个菜单 一个是菜单栏 一个是联系方式 还有一个是首页 我们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页面 比如说我点击这个页面 点击一个增加页面 我可以增加一个比如说博客 我点一下 好这里博客增加进来了 当然我还可以增加一个在线商店 点击这个在线商店 这里商店也加进来了 当然还可以增加非常多这些页面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进行选择 还可以增加一个服务 选择一个服务 上面的话都已经出现了 这里面的话可以进行一个细微的条件 我们直接点击上面这个 进行一个全功能的一个编辑页面 点一下它 好来到一个全功能的一个编辑页面 那最顶上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手机端的一个效果 点一下它 我们可以大概预览一下手机端也是非常的漂亮 它比较简洁而且感觉也非常的专业 那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在里面的话 对所有的内容进行一个调节 我们先点一下保存 那这里面的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更改 比如说点一下眼睛它就会隐藏 这里电脑端点一下它 它就会隐藏 如果手机端不显示的话 就点这个手机端就会进行隐藏 也可以电击这个进行删除 那里面还有很多 好 这现在是一个预览界面 因为刚才我点了一下预览 简单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 好 可以 现在我们来编辑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返回 编辑一下它 那最顶部的话 我们可以编辑一下 我们点一下它 然后可以点击编辑 这个logo的话 我们可以改一下 就是这个logo 你可以点一下它上传你自己的logo 这里面也有一些免费的图片 你可以选择一下 那logo的话你们还是最好自己设计一个logo 然后传进来 然后直接点击这个上传 直接点击这个上传logo 布局的方式在上面可以简单调一下 比如说顶部这个 点一下它这里有变化 这个右边中间左边 这个可以 间距的话我们拉这个可以更改一下 还有这个就是一个购物袋的一个大小 我看现在购物袋是这么大 咱们点击一下它 比如说你想你的购物袋大一点 比如说你想你的购物袋大一点点一下它 这个购物袋就会变得更大一点 因为我刚才加了一个在线商店这样一个功能 继续点击一下编辑 那后面的话都是一些简单的样式 比如说字体 顶部的字体的话我们也可以更改 这里看这里顶部的话 不满意的话你还可以改 里面有很多类置好的一些字体 这样的话可以 那这里面我点一下它 这里可以用 这里可以编辑一下文字 当然的话里面的字体 你这里都可以都可以更改 这样式的话可以选择标题几 颜色 颜色的话改成白色吧 黑色看不清 改成标题 颜色改成一个白色 OK 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用AI帮我们写一下 点一下AI 写一个你给AI一个提示 比如我选了一个酒店点击一下生成 可以点击这个点击生成 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文字 这可以移动向下移动一下就可以移到下面来 再点一下它就可以又移 你又可以往上面挪 整个页面的话其实都比较简单 点一下的话里面这些东西都可以进行编辑 那左边这里有个加号 加号这里比如你还可以增加一个按 增加一个按钮进来 比如说左边这里还可以增加很多东西 比如说文字按钮 图片图库视频还有形状很多 比如说我们增加一个按钮进来 直接拖进来 好这里这个按钮比增加进来了 拖动一下可以移动一下 可以编辑一下它 上面的文字可以更改 比如说点击购买 那都可以更改 链接的话你可以加一个地址的链接 你可以按钮的链接 颜色的话可以改一下 背景颜色也可以改 不需要的话直接点击删除就行了 那比如说我们里面还可以加个视频 点击一下直接拖过来 好这个视频你可以调整一下它 它的位置 好这视频的话你可以点击编辑视频 你可以把你的YouTube的链接放进来 然后它直接就可以调用 然后直接就可以显示到你的网页上面一个视频 这里你可以随便拖 你想放哪里就放哪里 非常的方便 那这里的话是编辑我们顶部的这些信息 那比如说首页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可以拖动一下 点击前面 可以更换一下它们的一些位置 还可以也可以点击一下设置 比如说设置 更改一下它的一个文字 比如说我改成首页 我可以保存 里面很多东西都可以改 这个是一个网站的一些样式 你点一下可以都可以更改 好这支笔的话就是可以写你的博客 因为你可以增加一个新的文章 点击这里 然后这里写入你的一个博客描述 这里可以写入你的博客描述 然后这里它可以帮你创建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的话你可以直接用AI就可以帮你写 然后这是一个商店 商店的话里面你可以管理产品 比如说在管理产品或者说增加一些新的产品 这三个案例的话就是第一个东西可以生成logo 点一下它 它可以帮你免费生成一次logo 还有一个AI作者 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如果你都可以更改 我们直接可以用它左边的一些提示语点一下 再点一下它 根据你的一个行业进行一个选择 里面的话可以选生成 你看 里面可以生成非常非常多的语言 中文的话也是支持的 点击一下生成 这个生成好以后的话 你直接就可以复制一下它 然后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比如说更改一下它里面的文字 好直接粘贴进来 好这样的话我们的文字的话 其实更改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好整个网站的话 其实AI做出来都非常方便 你自己要稍微的更改调节一下 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而最后的话 你可以点击一下预览 好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网站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一下首阶段 都其实都非常专业 我觉得也非常的也非常的简单 弄好以后 你直接可以点击这个发布 点击一下它 好发布 好已经发布好了 我们去预览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一个域名 好可以了 一个简单的一个网站 就差不多已经做好了 我是有风 今天分享的内容 差不多就这么多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 那Hostinger这个主机的话 在美国的话也是非常流行 那用的人也非常多 那有风用下来的话 它还是非常的稳定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三十年以内都可以随便推款 所以说大家可以随便去 所以大家可以去买来用一下 那本期用到的所有工具的链接的话 我已经放在视频简介里面了 那你们可以打开来 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 那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打算 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